基隆市政府特别规划了三天的大班幼儿剧场出体验 受到小朋友跟家长的欢迎 这次担任演出的如果儿童剧团 规划了许多互动性的表演 剧中小恐龙的玩偶和小朋友快乐互动 而针对儿童剧未来的发展趋势 如果儿童剧团的团长赵志强也特别提出他的观点 儿童剧其实变化很多了 那做得越久才发觉可以做的事情更多 其实有的时候儿童剧不只是我们传统的 坐在观众席去欣赏而已 它还可以小朋友需要互动 小朋友才会有成就感 才会觉得投入到这个戏里面 甚至现在还有在看戏前 看戏后 看戏前你可以DIY手做一些互动的一些道具 什么通关的密码 通关的道具 这时候跟台上互动的时候 你还有你自己做的东西 这样的话小朋友手脑合一 手脑并用 那这样儿童剧的投入感更不一样 然后结束之后跟爸爸妈妈的讨论 再融入比较灵活的不是学习单 但是他精神有点像学习单 就是爸爸妈妈互动那些题目 然后还有抽奖 那这样的话爸爸妈妈也会投入 还可以领个奖品回去 那我来跟孩子聊一聊 而不是说你看你看爸爸妈妈买票 妈妈妈带你来看 你看看我睡觉 这样的话没有互动 其实互动不是只是孩子们观众 小观众跟台上的演员互动 其实最重要的互动是亲子间的互动 儿童剧变成一个媒介 变成一个话题 让亲子可以讨论说 你有玩具你愿意分享吗 从儿童剧延伸出相关的系列活动 相信可以带给小朋友 更多的生活知识跟体验 也能加深亲子间的亲密互动 同步提升艺术跟人文的素质 记者黄文升陈淑平 接龙报道